我们开通完阿里云的OSS这个对象存组之后 那我们现在就要通过代码 把我们选择的多张图片上传到OSS里面 这时候打开我们代码 我既然要上传多张图片到阿里云的OSS 那首先我应该去处置化一个环境 或者处置化一个链接 怎么办呢 首先阿里云对于GS提供了一个第三方的库 可以很方便的把我们的图片上传到OSS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首先需要安装阿里云OSS这样一个库 我们点击加号 然后开启一个新的终端 在这边我们输入npm install 减减成i对吧 然后-save 没有DEV 因为上线以后是不是这个图片也要上传 所以应该安装在生产环境下之外 对吧 这个包的名称就叫阿里-OSS 这个名称不要交错 然后出车 我们可以等待它安装完成 其实当安装完成之后 这个库的作用就是可以利用它直接把我们的图片上传到阿里的OSS里上面去 很方便 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先安装这吧 我们把它导入在export.export上面通过import 这是不是也是ES新特性对吧 文块导入 OK 安装完成 这边也没有报什么错误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请名称就叫做OSS from 阿里-OSS 然后呢 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个连接 这样啊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有个data 注意 data这个方法 对象里面的方法有一种解写形式 对吧 直接小括号 大括号 就可以解写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叫做smant 表示这样一个坑位端啊 它对应的值呢 就是new 上面这样一个OSS 它的参数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对于这个参数啊 它里面其实具有几个属性 首先第一个就做region 这个叫做区域的意思啊 这个区域应该在那找呢 回到我们的OSS 放大一点 大家看 这边有个区域节点对不对 其实对应的就是前面这个字幕串 注意 我们这个叫做OSS-CNN-北京 后面这一块 不要 不要后面那一块 把前面这一块呢 直接复制到这边 让大家说错嘛 对吧 另外呢 还需要一个book的属性 这个book的属性 所对应的值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写的那个名字啊 我们叫做imoc-es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值直接复制到 我们的book里面去 OK imoc啊 少复制一个i 然后呢 它下面还需要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assist key 的对应的id 另外一个呢 是assist key 这样一个secret 这两个属性什么作用呢 这两个属性 可以唯一标识 当前你是阿里云的哪一个用户 这两个属性在那儿找啊 大家看 回到阿里云 然后呢 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图像 对不对 鼠标放在图像上面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assistkey的一个管理啊 点进去 然后呢 它建议你去创建一个子账户啊 大家可以去创建 OK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继续选择当前这样一个assistkey啊 大家注意啊 这边会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assistkey的id 一个叫做secret 这两个属性 大家需要严格的保密 不要给别人去看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你们看到了我的这样一个id和secret 那这样的话 你掉用我这个身份验证 这样一个唯一标识 然后往我存住里面存入了好多东西 那是不是要扣我的钱 对吧 所以呢 这一块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 你在secret的下面点显示 就能够显示出对应的secret OK 然后呢 我们要用到两个字段 就是对应的这两个值啊 然后呢 回到我们代码啊 我已经事先在assistkey的上面 定义好一个常量 叫做assistkey 注意 这是我在这边定义好的啊 然后呢 常量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点 所以属性叫做id OK 另外呢 一个叫做 属性叫做secret 它里面存储的 就是刚才我的id 和我的secret OK 然后呢 对于这两个属性的对应的值 我就不给大家去看了啊 因为这个呢 大家也需要保密 然后呢 我们的data是一个方法啊 在这边其实需要 累称的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client 需要放到这个对象里面去啊 这个不要忘记 OK 而且再强调一遍 当我们new OSS的时候 对应这个属性的名称 大家千万不要写错啊 因为如果你写错的话 就不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连接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上传 我们的图片了 对吧 回到我们这个方法啊 当前阿里云 给我们提供这个接口啊 每次上传一张图片 那我们的fails 是不是多张图片 所以说我现在是不是需要 一张一张的 把图片上传到阿里云里面 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可以循环啊 对吧 比如说还是for all循环 我们定一个fails 然后呢 去循环我们这样一个fails 那循环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啊 每次我们往阿里云上传一张图片 这时候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 逆步操作 对吧 那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比如说可能第一考虑的 是不是promise 对吧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案呢 我们后面在不断的优化啊 大家先不要着急 我们先用promise来做 大家看 首先我们拥有一个 promise最项 然后呢 他后面参数 是不是一个方法 对吧 当然这也是ES的形成性啊 这种凡数 里面参数里面称到一个叫做resolve 一个叫做reject 表示成功和失败 你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this.t 取到我们上面定义好那样一个 OSS的实则的项 对吧 他下面有个方法叫做.put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ut的方法 把图片直传到阿里云上面去 put这个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当前 要上传文件的名称 但是注意啊 上传图片的名称呢 不能冲突 如果重复的话 那么后上传的 就会把线上传的一个同名的文件 给它覆盖掉 对吧 所以说 对一个保证不冲突呢 我们这边呢 用一个随机数 去保证 名称是不冲突的 大家看 我们这边用到一个 繁衣引号 这是不是在ES6里面 学的一个 字符串模板 这样一个新特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边用一个 每月符号 大过号 里面写一个 manth.random 取到一个随机数 对吧 我希望是一个随机数 横杠 当前文件自己的名称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横杠 然后呢 在每月符号 大过号 直接fail点 name 能够取到名称名称啊 OK 这是第一个参数 大家没发现 当我这样去 拼接字符串的时候 整个拼接的过程 非常简单 对吧 我也不需要写一堆 这加号 然后呢 当如果遇到变量的时候 那我只需要用大过号 每月符号 把它包裹起来 就可以 然后不变的呢 直接就写上去 就可以了 对吧 非常简单 这是POOT的第一个参数啊 表示的是 上传门店的名称 第二个参数呢 主宰就是上传 这个文件本身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 fail OK 然后当前是一个 逆步操作 对吧 而且呢 它其实返回的是 一个promise项啊 所以说大家看 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直接去点 Z 然后呢 RES 这边呢 我们再写一个 简单函数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输出一下 RES 那如果 比如说失败了呢 是会进入到 catch 比如说参数 我们还叫做 error吧 然后呢 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就打印出 这样一个 error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成功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调用 result 对吧 然后失败呢 我们可以调用 reject 我们再往后面 再想一下需求 大家仔细想啊 当前我是不是 多张图片 对吧 然后当我选择按钮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多张图片 但我有这样的需求 当我多张图片 正在上传的时候 那我当前的按钮呢 是不可用的 比如说 如果第一次 你选择了九张图片 如果九张图片 还没有上传完 那么 你就不能够 再去选择图片 这个按钮呢 相当于是一个 经用的状态 当第一次选择 九个图片 都上传成功之后 这个按钮 再恢复一个 可选状态 那想一想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需要知道 我们每一次 选择那一些图片 什么时候上传完 是不是需要等到 所有的图片 都上传完成之后 我再把这个按钮 变成一个 可用的状态 对吧 所以大家想一想 刚才我说的需求 大家会想到一个 什么方法呢 我相信聪明的你 一定能想到一个 Promise下面的 一个精彩方法 叫做Promise.all 对吧 当然我们后面 有学过一个叫做 Promise.all settle的 那我们后面再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Promise.all 后面的参数 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都是一个 Promise.all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定一个数组 比如说就叫 上传的这样一个请求 这样一个数组 OK 然后呢 每次NewPromise以后呢 我都向这个数组里面 去Push 这样一个Promise 去向 Push谁呢 大家 大家看我把这段Promise 向选中 减切 减切到这个小括号里面去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RES传进去 把这个ER传进去 OK 然后关于Promise.all的代码 咱们一会儿再写 我们先测试一下 整个的流程 能否走通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图片 上传到 阿里云上面去呢 我们先测试一下 大家看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呢 选择图片 这边呢 比如说我们先选择两张 眼睛打开 然后大家看 有没有发现 流氧器播错 其实这边是因为我们的 OSS还没有配置完成 我们先看一眼 报什么错 大家仔细看 NoAssistControl 可能Origin 其实之前有过一些 开发经验同学 一定遇到过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叫什么 叫做跨域问题 因为前段项目 如果当前我们是一个域 比如说我们是Ogohost 本地这样一个域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请求的是 阿里云这样一个域 它两个是不是 两个不同的域之间 如果要请求的话 会有一个这样的 跨域问题 然后我们看 怎么配置 再回到我们的 OSS的控制台 我们呢 先进入到我们当前 这样一个 book的里面 然后呢 我们选择 全线管理 然后呢 放大一点 大家往下面找 最下面 设备有个叫做 跨域设置 对吧 点击设置 这时候大家看 我们这边呢 可以创建 跨域的规则 比如说 当前来源 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 如果你的项目 部署在某个服务器上 那你就把你的服务器 那个域名 配置到这 就可以了 当前我们就 配个通配服吧 容易所有的 然后允许的方法呢 我们配置成 put 因为当前我们使用是put的这种方式 Headers呢 我们也允许所有吧 比如说 也配个信号 OK 其他的先不用配置 点击 确定 OK 这样的话 关于这样一个 跨域 就会多一个规则 然后呢 我们再次上传 小心 这时候我们再看 点击选择 然后呢 再选择两个图片 点击打开 大家看 在代码D55行 是不是顺利的输出当前 文件的名称 以及对应的URL地址 对吧 回到我们的控制台 点击这边的文件管理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就会有 对应的两张图片 对吧 当然你点击这个图片名称的时候 这边呢 其实可以看到对应的图片啊 或者说我们看一下 下一张 OK 这就说明 我们已经成功的 把我们选择这两张图片 上传到了 阿里云的OSS上面 对吧 大家想一想 接下来 我是不是希望 我这个图片选择完成之后 我希望上传完成以后啊 能够显示在这个下面 那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Data里面 比方说 我们定一个数组啊 就叫做 image的这样一个列表 它是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的作用呢 就算于存放 上传完成的 这样的 图片的列表吧 因为里面可能存的是 一堆图片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比如说 上传成功之后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给我们的 this.image list 去复制啊 复制成谁 我们看啊 在我们这个返回值里面 它是不是有个叫做 URL这样的属性 里面对应的 其实就是图片地址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址呢 直接放到我们的 image list里面 所以说 我们的这边 是不是可以取到 RS上面的URL 对吧 当然注意啊 我们IMG list 每次是不是应该 基础上在追加 对吧 所以其实可以 用这种方式 大家想 这是什么意思 点儿点儿点儿 this.image list 然后呢 再把 res.url 放进去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我们前面 学过的叫做 扩展运算符 相当于是 我们先取到 之前image list里面 所有的项 然后呢 扩展到这里面 再和 每次res返回这个URL 计取 再把它拼接成 一个新的数组 复制给image list 这样是不是可以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 我是不应该 把image list 显示到我们的 in面上去啊 所以大家看 我们这边 比如说用一个 URL 下面呢 是LI LI的时候 通过 微观够指令 然后呢 item 是每一项 index表示的是 所以啊 in我们这样一个 list OK 然后呢 把它设置一个p啊 p就是对应的index 然后呢 就是这样啊 当前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 直接在那里面 显示image 一个标签 然后呢 设计src 也可以这样 我们呢 直接给它设置一个 byground 大家注意 style前面的猫号 因为是一个 动态主性 这都是微速语法啊 我们直接用这种方式 byground 我们的设置成背景图片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用一个 模仿字幕图 大家看啊 URL 扣号 然后呢 里面是 item 因为item里面 存在不就是图片地址吗 对吧 然后呢 当前背景图片 比如说是no repeat 表示背景图片 是不重复的 然后呢 背景图片 我希望它是 居中的 这是 background position 然后斜杠 后面还可以写一个 background size 就背景图片大小 比如说 是这种 contain 包含状态 这是CN3的语法 然后呢 我们再给我们的 UR和RY 增加一些样式 否则的话 因为背景图片 所以说 如果你不设置RY大小的话 背景图片是不会把元素撑开的 对不对 这都是CSS的一些方法 大家看 我们在这边 设置一些样式 这就是下面 点 Image container 我们给它下面的RY 设置一些样式 比如说 我们把前面那些点都给去掉 List style 我们呢 设置成呢 然后呢 我们设置个宽度 比如说设置成150像素 然后呢 高度 比如说我设置成100像素 OK 然后我希望我的图片是水平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浮动 左浮嘛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一个外面距吧 比如说上面是0 右边是30 然后下面也是30 然后左边是0 这样一个内面距啊 或者我们在设置一个边框 比如说 一像素的 实现的 这样一个灰色的边框啊 CSS不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啊 然后呢 说的每一个属性呢 我也大家去讲解了 大家如果CSS还看不懂的话 可以再学习一下CSS的知识 或者呢 再问答去留言 然后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大概啊 我们先刷信一下 然后呢 选择图片 比如说我选择两张 大家看 这时候其实还会获得一个错误 我点打开 好像这边 有没有发现 当图片上升成功以后 会显示出这个地址 但是下面会有一个403的图 其实小伙伴如果遇到过403错误的时候 都知道 403叫做拒绝访问 对吧 也就是说 当前我们图片已经正确上传 到了云吞储 但是当我去访问 这边在读的时候 没有读到 它拒绝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阿里云的OSS 默认情况下 这个权限是私有的 是不能读的 所以说 我们还需要去试试一下 OSS的读取权限 在哪找呢 回到OSS的困惑台 点击这个权限管理 然后第一个就是读取权限 点击设置 大家看 当前的权限是不是私有的 对吧 我们才设置一个公有读的吧 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去写 所以说 公有的就读 我们点击一个继续修改 这时候点击保存 OK 变成公有读 这时候我们再试一下 稍微一下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 读填几张吧 你打开 这时候大家看 图片是不是就能够 正确的读取到吧 对吧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流程 但是刚才我说 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需求 我希望当前图片 如果正在上传的时候 这个按钮 假设变成一个不可用的 是一个灰色的 你点也没有用 当所有图片都上传成功之后 他才可以再去选择这个图片 而且图片呢 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绿色状态 这个应该怎么做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知道 这些图片都上传完成了 那是不是应该用 我们前面提到的 Promise.all 这样一个静态方法呀 所以呢 我们看啊 在我们当前 负循环之后 在这个负循环的外面 我们是不是应该使用Promise.all 它后面的参数 是不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都是一个Promise对象 那刚好 我们这个up mode request 这个数组 我们是不是已经 铺上了一堆的Promise对象 对吧 那这个数组 我们就可以作为参数 放在这儿 然后呢 点 Z RES 以及 点 Catch 我把这个写完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打印出RES 如果包错的时候呢 我们再打印出 这样一个 错误信息 然后呢 我们看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先清空 然后呢 选择 三个图片 点击打开 当然这边 都完成之后 在代码第71行 是不是能够输出 前面返回的结果 对吧 OK 那我如何能控制 当前这个按钮 是否能够使用呢 我们可以这样啊 我们在Data里面 再去定义一个 属性 比如说就叫 A字 Uploading 表示 当前我们这个图片啊 是否正在上传 比如说 Morning只是False 这个呢 表示当前图片 是否正在上传 然后呢 如果它正在上传 那刚才我说过 我们这个input 是不是应该是不可用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这边可以配着一个 Disabled 再一个属性 它等于的值 就是A字 Uploading 当它为True的时候 那么就是不可用的 如果是False呢 这个input 就可用的 因为后面动态属性 所以前面就要加一个 冒号 这都是RU的基础语法 另外呢 刚才我说 这个判断条件啊 还需要跟Apple 进行一个关联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 我们可以这样写 冒号 Klass 注意 前面这个Klass 对应的名称 是不是固定的 而后面这需要 有个判断条件 所以说 全部加一个冒号 然后呢 后面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 我会写个样式 样式比如说 就叫Uploading 然后呢 它对应的值 就是我这个A字 Uploading 如果它为True 这个样式起作用 如果它为False 这个样式就要 不起作用 然后呢 我给这个 RFalse 设置一个 连色 比如说 它对应的背景连色 是一个灰色的 表示呢 当前是不可用的 那这时候 我们再想一下 当我上传的时候 那么 我是不是应该 把This.A字 打分构顶 是不是应该 设置成True 表示当前 正在上传 那当我们都 上传成功之后呢 是不是可以 进入到 PermissionAll 这时候 我是不是再把 This.A字 Tamoding 再设置成 False 保存 我们测试一下 稍微一下 大家看 比如说我当前 可能网速比较快的时候呢 它可能一下上升了 我怎么能 从这个网速呢 点击Network 这边我会做 Online 表示的是 在线的 会比较快 点击这个箭头 大家看 这边可以去模拟 当前的网速 比如说我去模拟 一个3G的网速 你选择这个Fast 3G就可以 那Slow3G 会更慢 我们选择Fast 我们看一下 当图片上升很慢的时候 能不能实现 我们的需求 现在绿色的 可以点击 对吧 比如说我选择 几张图片 点击打开 这时候它正在上传 这边是灰色的 当我点击 你发现 我先正在点击 还没有用 对吧 然后呢 正在上传 上传比较慢嘛 OK 当都上传成功之后 这边是不是又变成了绿色的 然后呢 这时候 又可以再 继续上传 比如说我再选择几张 点击打开 正在上传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又变成一个 灰色的 而且呢 也选不中 不可选的 对吧 这些就是 我们想要的一个需求啊 但是呢 我们这里 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看啊 我先把这个网速呢 调成正常的 什么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 我先稍微一下 我重新选择几个图片 比如说我点击上传 大家可以看啊 我现在呢 选择图片的时候 我按照顺序去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的第一张 再选择第二张 再选第三张 再选第四张 有时候我就以这四个为例啊 一二三四 大家想一想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发微博也好 或者发朋友圈的这个图片也好 我们是不是希望 当前上传图片的顺序 跟我选择的顺序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才可以 对吧 但是我们看 我们目前选择代码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哦 您打开 它现在是不是正在上传 对吧 OK 确实是四个图片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输出这个顺序啊 打上这边 有没有发现 它输出的顺序是 一三二四 但是刚才我们选择的顺序是 一二三四 我们看一下 第一张是这样一个 小麦子这样一个图片 对不对 回到我们图片里面啊 我们看一 OK 没有问题 我们看看二是谁啊 二对应的是不是这样一个草原 然后有阳光这样一个图片 对吧 我们看看 你有没有发现 它跑到了三这个位置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图片显示 是在哪写的 代码的六三行 我们看 回到我们代码 对六三行 我们是不是等到 它上传成功一张图片 我们就把这上传一张图片呢 放在Emerys里面 它就去显示 每次上传一张 它就显示 大家想一想 我一次选择四个图片 这四个图片 是不是一起上传 但是谁先上传完成 我们能够确定吗 我们是不能够保证的 因为图片大小不一样 可能大的图片呢 就要上传慢一点 小的图片会上传快一点 对吧 所以你能够发现 当前网页里面 显示图片的顺序 和我们刚才选择的图片 顺序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我希望这个选择的顺序 和我们显示的顺序 是完全对应的 对吧 这才是我们正常的需求啊 这应该怎么做 大家再思考 大家能否想到 当前我们显示 这个图片的复制 也就是给image list 复制这个代码 是否应该写在 我们之前这个位置呢 写在这边 是不是不太合适 对吧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原因了 不一定谁先上传完成 先上传完成的 就会先放在image list里面 先在页面上显示 对吧 这样是不能够保证顺序的 那怎么办 这个代码我先注视它 大家看 RES 你们是不是包括图片对象 URL是我们想要的 对吧 比如说在我们resole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URL 传递过去 因为其他属性 可能我们暂时也不太关心 对吧 传递到这边 然后呢 大家想一想 在promise all 这个数组里面 其实 它返回的这个RES 是不是也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是不是就是上面的 promise这个数组里面 对象里面 每一个promise对象 所对应的值 其实这个值 它是有顺序的 它的顺序 跟上面这个对象里面 promise的顺序是 一一对应的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它 取到我们的URL的值 因为这个顺序 一定跟我们选择顺序 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大家看 再回到我们这边 这边我先清空 点击上传 比如说我这边选择 一二三和四 点击打开 然后我们看 大家看 这时候 它虽然带马基地说三行 我们看带马基地说三行 这个时候 六三行是不是上传完成 我就输出了一句话 对吧 大家这种顺序 是不是一三二四 不是我们要的 但是我们看看 promise all里面 输出的顺序 是不是就是 一二三四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顺序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直接在promise all里面 对于我们的 this.image list 去复制 是不是可以 直接等于res 然后呢 大家这时候再看 比如说我们再选择一个 然后呢 顺序还是 一二三和四 点击打开 大家看 这时候这个顺序 一定是跟我们选择顺序 是完全对应的 所以说 这个细节 大家也要注意 另外呢 大家在想 我们之前讲过 promise all 其实有一个小的缺陷 是什么 当前我上传的多个图片 假设 如果比如说 我想能够九个图片 如果其中某一张图片 如果上成失败了 那么 它是不会进入到catch 会进入到reject 对吧 reject它就会进入到 promise all 对应到catch 那这个时候 因为一张图片 上成失败 可能导致其他八张图片 都不能够 正确的显示 对吧 这是不是promise all 对应的问题啊 所以呢 我们在ES新特性的后面 又讲了一个 promise的境内方法 叫做什么 还记得吗 是不是叫做all settled 它的作用 就是用于弥补 promise all 刚才说的那样一个缺陷的 它会返回 所有promise 对象 每一个的状态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取到成功的 我们可能要 失败呢 我们可能就不需要 对吧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如果把all 改成settled 这个res的返回值 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了 我们看代码 这73%的返回值 上面那个代码 我先给它 就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res 这时候就不是一句话 它呢 发挥的是一个对象 点击选择 然后呢 比如说选择 一二三 选择三个 点打开 我们看这边的返回值 每一个都是对象 对不对 对象里面呢 对应的是 settles 是它的状态 以及value 对应的值 那其实我们想要的 是不是只有 full fail的 这个状态 成功的状态 这图片是我们需要的 失败状态图片呢 我们不想要 那应该怎么写 那这边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 循环面力 去判断啊 对吧 比如说我们cons的一个 item 然后呢 off res 因为它是个数组嘛 对吧 我们判断 如果当前 item 它对应的状态 如果等于 full fail的 是不是就表示 当前图片是成功状态 对吧 成功的 才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 定一个images吧 等于一个 空出组 然后呢 成功的 我们就放到 这个数字里面去 item.value 才是图片地址 对不对 最后呢 把images 直接复制到这边 大家注意啊 我没有在这里面 直接循环的时候 给img直接push 这样的话 其实效率比较低 我们是整个 拼接好一个速度以后 再复制到 这个速度上面去 这样效率会高一点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人机选择 然后呢 比如说 123 4 0打开 这时候正在上传 大家看 其实这个时候 显示的顺序 一定就是我们 选择的顺序了 而且呢 一定是成功的 就显示到这 失败呢 也不会影响 其他的成功图片的现实 对吧 这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然后呢 在我们 OSS的控制台里面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所有 之前上传过的 所有文件 对吧 然后如果你想删除的话 也很简单 当然你已经确定 这些图片 是你不要的 然后呢 确定完成之后呢 点击全选 这边有个平衡操作 可以点击 删除 删除操作是不可逆的 是无法恢复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确定 这些图片没有用了 再把它删掉 OK 因为如果你传的图片很多 那么它会开始击费的 所以呢 如果你只是测试来用的话 你测试完成之后 就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回顾一下 这些课 我们完成了什么功能 其实我们完成的功能 就是说 是网页里面 非常常见的一个功能 就是选择多张图片 上传到云吞出 对吧 但其实这里面呢 我们涉及到了 很多很多ES 我们学的这些 新特性的语法 我们看一看 大家看 首先我们学会了 如何在网页里面 通过web和input 这种相结合的方式 完成一个图片选择 对吧 而且选择这个样式呢 会比较好看 因为我们把input 给它隐藏掉了 通过选中web去选中 对应的input 然后这边呢 我们使用到ES6 当中的模特化导出 对吧 然后呢 在rooter那边 给它导入 这个呢 是对象里面的 方法的解决形式 再往下呢 这也是对象里面 方法解决形式 对吧 像Cons的 这都是ES6新特性 OK 然后呢 FullOff 是不是也是我们 之前讲过的 一个对于数组 变历的一个新的方法呀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 我们这边用的是 Promise 这也是ES6里面 学的一个 关于异谱操作的 解决方案 然后呢 成功进入到resolve 失败进入到reject 另外呢 我们一开始使用的是 Promise on all 对吧 但是Promise on all 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后面有一张图片 上成失败 可能导致 其他图片 都无法显示 所以呢 我们又优化成了 Promise on all Settle的 这样一个ES的新特性 来解决这样的曲线 对吧 其实我们能够发现 当前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用了很多很多 ES的新特性 所以呢 其实在以后 大家开发项目的时候 ES的新特性 其实在代码当中 无处不在 这节课呢 我再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 大家想一想 这种方式 没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更加 优雅的方式 能够对我们当前代码 再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呢 大家想一想 关于如何优化呢 我们下节课 再给大家去讲解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吧